OK 上戲這部電影真的有驚豔到我 我已經二刷 現在是在三刷的路上 然後這支影片有雷 漫威的第一部《亞裔超警衆》電影終於上映了 我得老實承認就算有梁朝偉 這部電影我就不怎麼期待啦 畢竟漫威電影一路看下來就有點疲乏了 接下來還要搞第四階段 應該大多數人都是抱持著一個 看你怎麼拍的一個心態在看最近的漫威作品 黑寡婦就是一個悲劇 其他影集還不錯 上戲就是大家一直都在上選角 一個看戲的心態 欸 英格來說真的是在看戲喔 看了這部電影之後我發現我錯了 好好看 劉思慕在片中獻出非常精彩的武打表演 公車那場戲的各種動作 又一進就是海翻天 無疑是近幾年我們看過的動作 是一部最精彩的漫威電影 那梁朝偉飾演的反派更是一點都沒有被浪費 這部作為他的第一部 好萊塢電影 讓很多國外的觀眾 第一次真正解釋到什麼叫做 會用眼神隱形的男人 造成了一片轟動 結果所有人都認同這部電影是屬於梁朝偉的 那劉思慕的動作戲固然精彩 和梁朝偉站在一起就是有一些明星魅力的差距啦 那更何況劇本來是用文武的愛情無時貫穿的 只能說上戲真正發揮還是要等下一次漫威電影了 這部跟以往的漫威電影最大不同之處 其實就是關於愛的描繪 愛情通常都是支線任務 但在上戲裡面 愛幾乎是驅動整個故事的關鍵 文武這個角色深愛他的妻子 以至於在試卷他之後投向了黑暗 他甚至如此想要妻子回到他的身邊 竟然異想天開 認為他只是被困在另外一個世界 他逃避了現實 沒有錯 這部電影不只是漫威爽片而已 他經由梁朝偉的演技昇華了 他深刻描述了一段驚天動地的愛情 那這部電影講的是愛 是傳承 也是放下 文武他不僅僅是一個為情所苦的男人 他也是一個失敗的父親 是讓他充滿了衝突 那悲劇的童年呢 也創造出上戲這個角色的獨特性 這個導演達成奎人他在採訪裡面呢 就分享到他在片場的時候 和梁朝偉的互動 那閒聊裡面他就問了梁朝偉說 那你覺得文武到底愛不愛自己的孩子 他毫無猶豫回答說 他是愛孩子的 只是不知道該用怎樣的方式 那這就讓導演深受啟發喔 梁朝偉賦予文武這個角色的一切動機 都是出自於愛還有不安全感 這樣文武能變成一個 更讓人可以同理 甚至是同情的角色 雖然劇本中並沒有交代太多關於文武的背景 那梁朝偉他是自己為文武添加了更悲劇的設定 他可以想像文武他是一個童年極度不快樂 低自尊的人 他在獲得十環的力量之後呢 他為了要找回自尊 他選擇了征服而不是性暇仗義 於是就走向了反社會極端這條路 然而在這樣一路征服了千年之後 他總算遇見了硬力 他此生的摯愛 兩人是如此的相愛 他放棄了神龍的祝福 而他放棄了十環的力量 他們一起生兒育女 緩緩變老 直到另外一個悲劇的發生 我認為他... 他有很糟的孩子 所以他沒有自我猜 然後他有超級力 他正在想維持自己的自我猜 但到極端上他就變成獨立 回到愛的命題 我們經過文武也看到了愛的多種面向 他可以為愛放棄永生 可以為愛變成一個人邪的父親 甚至是一個盲目的暴君 當文武到達大樓 第一件事情是去祭拜應力的牌位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出來 他其實很清楚 他的妻子是不會回來的了 但他還是要奮力去敲開那扇大門 寂寞的千年總算盼到愛人 是能去硬生生將兩人拆開 也許他是在宣洩對這世界的憤恨吧 文武結束千年的征服 如今世上已經沒有他最愛的人了 那就毀滅這一切吧 你可能會想說但還有孩子啊 雖然上季從各方面來看 都像是文武的愛情故事 戲劇中還是與傳承的主題環環相扣 上季在失去母親之後 選擇關閉自己的情感 將自己斷念成像父親娘的冷血殺手 他漸漸忘記了母親還在世時的生活 以及那些關於大樓天馬行空的故事 就如同文武忘記自己是如何從一個殘酷的征服者 變成伊犁父親 因為太愛而背棄了愛 看著自己的孩子卻只會想起愛人已經不在身邊 文武就變成了一個越來越糟糕的父親 上季離開之前呢 他的妹妹跟他講說 有時候我在練功 我閉上眼 我感覺到媽媽就在我身後 他問哥哥有沒有一樣的感覺 上季回答沒有 那這一幕是我認為整部電影呢 最能夠展現愛的真理的地方 我接下來要講話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很幹話 但我認為真的就是這樣 那就是呢 我們其實不會失去愛 愛是一種內心的能量 只是看你要放在誰身上 什麼地方 那另外一個人對你的愛 是可以被儲存在心裡的能量 那這種能量並不會因為那個人消失了 就跟著消失 但是我們都太常想要在另外一個人身上挖掘愛了 好像不這麼做就難以證明自己的價值一樣 那我認為不應該是這樣的 這部電影是文武審會放下的故事 也是喪氣接納過去的故事 所以愛是改變也是傳承 故事的最後呢 喪氣繼承了大龍的神龍之力 最後一次和父親決鬥 此時此刻呢 文武意識到硬力的意志 早已經傳承到了兒子身上 他終於可以放下了 對於文武來說呢 死亡可能才是救贖 將十環傳承下去 他的故事在這裡畫下了句點 然後真正和妻子在另外一個世界重逢 也算是我對於喪氣與十環傳情裡面 反派文武的看法了 我私心覺得他真的是寄 KBALL 裡面跳芒哥以來最棒的反派 然後超偉的演技是功不可沒啦 換作其他人演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可以聊聊其他部分 目前他有些人在強調這部電影裡面的 以前的女歷時刻呀等等 那我必須說這部分 真的還好啦 真正的power就是不去強調girl power 要好好的去刻畫每個性別的角色 這部電影算是做得很好的 那夏琳算是一個大家會首先想到的女歷代表 雖然在電影中他有一段 曾經不被允許和男生一起訓練 因為性別被壓迫的成長回憶 但是以背景來說他不會太過的刻意 那長大之後夏琳也比較沒有那種 強調他女性身份的煽情時刻 我覺得看的很舒服啦 老師講第二片尾那裡 夏琳不是變成十環邦的新領袖嗎 那鏡頭就有一個拉遠出現一群女生在獵舞 我一定要翻白眼 然後鏡頭再拉遠 原來是男生跟女生一起在獵舞啊 我白眼又再翻下來 啊可以可以可以 記得梁朝偉在澳門那場戲 就是有很大的京東智路那個地方 他還出現我整個被帥傻眼 他穿涼鞋搭西裝 怎麼有人可以穿涼鞋搭西裝 還看起來那麼有氣勢 還有電影裡面各種捲袖 因為你知道為了方便使用十環啊 電影裡面幾乎 文物每個造型都是有捲袖子的 幹我整個被帥到不可置信 總之我要去三刷了 大家掰掰